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由快手平台出品 陈某人播讲 老调音 这个故事是我爷爷讲的 那年我爷爷还年轻了 在果园上工作 那边果园附近 有一座小洋楼 那是解放之前的一个地主家开的 后来这地主在文革的时候 忍不住被批斗 结果一家人都在屋子里边上吊了 当时都传闻了 这洋楼里边闹鬼 爷爷不信邪 有一次我爷爷跟几个人 晚上在果园的支班 就买了几瓶酒 几包熟食熟菜的 去那洋楼里边吃喝 结果这几个人 一直喝到了半夜 突然之间就感觉到 楼里边特别的冷 其中一个人就说了 去看看去 这窗户好像没关 于是就起身 去关了窗户 可没过多久 就听见了一声惨叫 爷爷跟其他的几个人 赶紧的赶过去 就发现那个人已经晕倒了 爷爷跟其他的几个人 就忙是七手八脚的 把他抬到了医院 等他醒过来的时候 那已经是第二天的中午了 爷爷问他是咋回事啊 他现在还心有余悸的说 昨晚上我去关窗户吗 我刚走到窗户那儿 突然之间就感觉到 头顶上有东西 我抬头一看 我的妈呀 我就看到房梁上 吊着好几个人呢 那眼睛瞪得跟鸡蛋似的 那舌头老长老长的 吓死我了 然后他当场就被吓晕了过去 再后来嘛 我爷爷跟他那帮朋友们 也就再也没去过 那间小洋楼里边玩过的 我想 这东西也许就是 传说中的老吊爷吧